我先講一個徐總會長的事情 老實講朱立倫也當過八年的市長 那這些會長 這些里長他熟不熟 他都熟完 因為這些都是資深的里長 所以今天這個侯友 你看上面好像不動 那下面動得很厲害 要這個這些二十九區的里長 還有總會長們共同連署 這等於是全部的新北市 所有的里長都連署了 而且這個連署書是送到 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是要求說朱立倫 你一定要來徵召侯友 來參選這個國民黨的總統 對這個朱立倫來講是情何以堪 這個人他也都熟了 結果竟然這個侯友 逼供逼供到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親門打虎 就是把這個連署書 送到朱立倫那邊去 我也是聽這個朱立倫幕僚講 他就說朱立倫也認識這些總會長 他也知道說 這些人不是心甘情願的 大家都熟了 都有感情 你當了這個十二年的市長 副市長 我也當了八年的市長 這些人我都熟 那何必說動用這個所謂的區長 這些總會長們 這些里長送這些連署書 給這個國民黨中央黨部 對朱立倫來講 他就覺得說 你是給他閉什麼棒 你如果真的要選的話 你就大大方宣佈 你不用等說好像是 我們也要選 但是下面的人都希望我選 那所以這個開始 你看這個里長的系統開始了 那跟你講過不久 宮廟的系統也都開始了 開始就是說你那個侯友宜一定要飛出來選這個國民黨總統不可 所以對朱立倫來講 好啊 不然就是像這個禮拜五一樣 這個派劉傅崑奇出來就說好啊 那就直接直求對決 那是不是你侯友宜要出來選這個總統 那侯友宜又不接 他又縮回去 那講到說劉荷蘭 劉荷蘭這個也是蠻奇特的 他也是在朱立倫這個任內 也當過這個副秘書長 也當過這個交易局局長 然後在侯友宜任內 是把他升到現在是副市長 那我記得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那好像有一些市府處理不好的時候 他也都是派劉荷蘭出來講 他就說這個侯友宜 其實是這個非常的辛苦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 他都點點做好好做 然後就是派侯友宜這個劉荷蘭出來講 那這次也是一樣 那他是他的副市長 他的副市長當然是幫這個市長 幫侯友宜講好話 不可能去講說侯友宜不好的 這就是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侯友宜虛偽的一面 林小琴真的說 你知道這麼多事情 你知道晶片戰爭 晶片的重要性 你知道氣候變遷 很敢要支持民進黨 沒有 你知道核發電的立場是怎樣 對於核電的立場是怎麼樣 他也都沒說 所以說你講這些 你看了一個影集就覺得說 哇 這個好像影射到說兩岸 這個也是大家人民都很辛苦 你就自己講 你要嘛 你就是自己講 你不要透過這一個 你的副市長劉荷蘭的這個嘴巴講出來 劉荷蘭又講錯 巴勒斯坦 巴基斯坦 你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這個侯友宜 你自己出來講 你如果真的是要選總統 你不可能說 他要我先叫我的副市長劉荷蘭 先出來講 現在大家就要聽你這個侯友宜是怎麼講 老實講這個以前過去 這個韓國瑜 你如果說他好像臉小的 可是他有自己的一套 你說發大財 或是說講那個什麼篩子 也好 所以他自己有自己一套的說法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不出侯友宜 他的一套的這個論述的說法是怎麼樣 兩岸國防外交 他的論述是怎麼樣 他如果是問到他這個東西 他就說我好好做事 不然就是像這個 我們剛才前面討論過的 這個chip GPT一樣 你開始跟你連 其實剛剛那些對話 就是ABCDE跟ES345 這個是可以互相連來連去的 換答案都可以 都可以 沒有違和感 就算這種人要來做這個總統 我是覺得說 這個國民黨自己要想看看 朱立委員他想 我的層次比你高 黨次比你高 我的國際兩岸外交 我都比你強 我為什麼要這個鋪紅地毯 為什麼要幫你當一個轎子 幫你黃袍教師 讓你來選國民黨的這個總統 朱立委員不敢玩 國際專家是不敢說 但確實有在觀察這件事情 因為為什麼 我其實看到最近這個侯友宜 那劉和蘭提到說 他有看電影等等等等 我想到美國有一個政治人物 這政治人物是之前選過 這個副總統的一個 這個阿拉斯加的州長 叫Sara Palin 人家說你當然這個阿拉斯加州長 你會有什麼國際經驗嗎 他說我國際經驗非常非常充足 為什麼呢 又從阿拉斯加看得到俄羅斯啊 我只要拿起望眼鏡 我是看得到俄羅斯的 我一定是國際專家 所以他被笑死 你知道美國政壇簡直把他當笑話 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們在臺灣現在出現了一個 Sara Palin型的人物 但我要講一下劉和蘭 他當然為他老闆說話 這我覺得是天津地的事情 但我覺得也扯太遠了 真的扯太遠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看到劉和蘭 這樣的說折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什麼高牆邊的混亂 我還想說 這應該是一個歷史紀錄片 那歷史紀錄片 其實你還有一些教育價值嘛 你可以去了解 說當時的一個時空片 就完全不是 他是動作片 他是動作片 反恐影集 他是反恐影集 他根本不是歷史紀錄片 所以他是一個以色列 2015年的一個反恐影集 現在已經拍到第四季的四十八集了 就在講一個以色列退休的一個 特工部隊的人 等等去謀殺一些人 等等 你看著這個 你能學習到什麼事情 但是你該學習到 也沒有學習到 就是說如果你看這個 就是你把它當影集的話 對 他確實是娛樂價值 但是如果你真的身後去 背後去了解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這個還說得過去 但是你今天到底學習什麼教訓 你也沒學習什麼教訓 以色列為什麼會搶 我問大家 以色列為什麼會搶 以色列會搶 就第一個他國防強嘛 完全投入他的國防 他的國防預算 按照台灣的GDP比例來說 大概是三到四倍左右 再來 他根本沒有什麼強國等據 什麼標選 邊站 標當旗子 他就是完全投靠民族陣影 跟各國的民族政府建立很好的關係 那尤其誰 尤其就美國嘛 這就是以色列的經驗 為什麼以色列到今天不會被打倒 以色列可以強 以色列每人能夠去侵犯他 就是因為國防強 就是因為跟美國關係好 所以你有把這個資訊帶回來嗎 也沒有 那所以我要說今天除非你侯友宜 跟大家公開講說 你去看無間道 你就可以當警察 那你就不要說 今天你看什麼高牆邊的混亂 你就是國際專家 而且光學什麼 那如果你按照這個邏輯 你看紙牌屋 你是不是可以去選美國總統 對這真的很奇怪 所以我要說這個 你不要去看他們去說什麼 絕對要去看他去做什麼 這其實就是長期各國對於中國的一個幻想 就是說中國每次都把話說超漂亮 但實際上做都超爛 那侯友宜是不是也是一樣 侯友宜說他是國際專家 國際這塊做得最好 這是我去年整理的一個圖像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從我們六都裡面 從2015年1月到去年 所新簽署的這個姐妹四合約 簽姐妹四集是蠻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包括要簽備忘錄 要討論教育文化合作等等等等 那你可以看做的最好是什麼 是桃園 桃園其實這個七年來 簽了十六個新的姐妹四 這鄭文燦市長很努力 真的很努力 那再來倒數第二名 就台北市就柯文哲 對不對總共六個 而且六個其實據我的瞭解 大部分是外交部引介的 不是台北市主動去簽署 那做的最爛 其實就是新北市的侯友宜 整個七年來就只有地接 就是兩個姐妹四的一個合約 就是說所以我要說今天 你就算你說你沒有中央的經驗 你只有地方的經驗 我覺得大家還可以接受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過去跟背景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 連地方經驗都做得不好 你連新北市城市外交 兩岸不會去打壓的一個領域 你都只做到兩個姐妹四的一個合約 而且是甚至於是排六度最後一名 那你憑什麼今天 無論是你或者劉慧涵出來說 我今天是一個國際專家 我可以帶領台灣走向國際 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 我我現在也是很擔心 我前一陣子去看了素環針 我不知道會不會以後出場的時候 都會陰西作對 看了什麼電影 就會變國際專家 這個插枝抹粉的功力 可能還要再加油努力